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和松他的频道 昨天我在曼徹斯特 做了一个一个小时的band show 那个show有三个小时 但我们的session就是一个小时 但整个show的气氛和流程都很smooth 很顺畅 因为昨天的票是免费的 所以特别多人来 因为有二百多个位置 整个area堆满了人 好像看小型演唱会那样 大家站着很有feel 很有气氛的 还有音响都ok 不过台下的人就说 麦克风的声音有点散 但这个我们就控制不了 因为是场地的限制 但整个整个感觉非常之好 我们也唱了很多我们自己喜欢的歌 而且其中一首歌 就是最后我们end call的时候唱的歌 那大家是拿了灯出来在那里面 所以我场面就很感动 因为其实那首歌是海库天空来的 本来我们是没有打算唱的 不过我们有prepare到 但是因为那天表演那天 就是昨天 很多人在台下叫想听这首歌 所以我们就顺应民意 大家想听 我们就用它来做一个finale 其实也挺感动的 就是你不要说 你在一个离散港人的地方 一个集中的场地 然后大家带着一个心情去听那首歌 还有你唱也好 整个整件事的感觉是很特别 真的很特别的 那我很多谢昨天我来看 我们的show的朋友 我会有点花细给大家看的 在这段影片那里 那今天呢 有一些关于英国的消息 要和大家分享 那究竟是什么呢 事不宜遲 马上去片 大神? 神鬼神马吗? 我说了松仔呀 谁在这里说我? 哎呀,被他发现了 我说你英俊呀 不是呀 你明明是刚才说他肥的 谁说我肥? 走鬼呀 好了,第一件新闻呢 就是本来自我的email 是呀 是呀,因为我在见到新闻报道之前 他已经在我的email account里面出现了 我不知道我订阅了些什么 你知道见到垃圾的 嗯 那就是话说关于伦敦区的这个Ulet zone Ultra Low Emission zone 是 那因为呢 伦敦的市长呢 他叫什么呢? Sadiq Khan 那Sadiq Khan呢 就是工党的一个MP来的 是 他呢就是坚持 就要在这个大伦敦区 去推行这个Ultra Low Emission zone 即是他要扩张那个area 是的 将本身是缩在 Central London的 zone呢 就将它扩大到 包含Hethro 它多大 其实大家都不需要 特别去理会 最紧要它是包含Hethro 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包含Hethro 因为 喂 我出伦敦 还我出伦敦 我去Hethro 是去Hethro 是两样东西 是两样东西来的嘛 那有些飞机 只是Hethro 才有得飞的嘛 不是我想出来伦敦哦 而有问题 那架飞机 只是Hethro就可以飞哦 那为什么 我去Hethro 我要给这个 这个extra的charge呢 其实这件事 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是啊 那他现在就说 所有不符合 他这个 Ultra Low Emission Zone的车辆 都需要给12磅半 这一天 是的 在7月28号呢 就终于是被 高等法院裁定 去计划合法 是 我就是两天前收到移民 他都很快 他二话不说 一合法即推 是 不理任何其他人的反对 那我记得呢 我在早一个礼拜前 就看到一份报纸的文章 嗯 那就说其中一个 他要推行这个 Ultra Low Emission Zone的原因 就是在 什么 就是扩大范围的原因 是 就是话说呢 在几年前 有一个妈妈 嗯 就有一个女儿 嗯 就住在伦敦的 嗯 那他呢 就患了一些呼吸道的疾病 哦 然后呢 就很不幸地 离开了人生 是 而他是成为了英国 唯一 我当时唯一一个 我不知道之后有没有 嗯 当时唯一一个 首次被这个 验尸冠 因为他解剖化验 他究竟是什么 导致死因 是 部分的死因呢 是来自 空气里面的污染 污染 排放 是 the pollution 那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故事呢 就说 那我们现在 伦敦的空气污染指数呢 实在太高了 嗯 所以呢 我们就要推行这个Ultra Low Emission 就令到 他可以改善空气质素 就不要再有人呢 因为 空气污染而死亡 嗯 那我明白的 就是你说有人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开了 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讲的一个6500万人口的国家 同一个人是因为这一样东西而死亡 就是如果你的percentage 我觉得是out of proportion 是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他的那个out of proportion 是去到这么大 是 除非你说 哦不是的 不是只有一个人 是因为这一样东西 可能现在是多了 但是那个percentage 因为 证实他是因为 Air pollution而死亡的percentage 有多高呢 嗯 是不是十个里面有一个这么严重呢 我现在不是反对环保啊 那个问题是 你 政府没有一个配套 给这些人 是去更换他们的汽车 去符合这个emission数 而你唯一去惩罚他的方法 就是要他给多些钱 是 就是是不是我富有些 我就可以pollute地球呢 就是我 其实他的logic就是 他的logic就是这样 你给得起钱你就开了 跟任何其他所有的法例一样 是 你烟仔卖贵一点 那你就可以吃了 就是你给得起钱你就吃了 是啊 给不起钱你就戒烟 就是同一个道理 为什么不试想想 直接不要卖烟呢 或者 或者你一刀过了 你scrap了所有旧的车 对啊 对啊 好像之前那样 给一个scrap scheme 对啊 你推行 你scrap这辆车呢 我就会退回一两千磅 给你津贴 给你津贴去买另外一辆车 鼓励大家 是几年前 可以负合 但是不行 他没有钱了 是 做不到这一样东西 是吧 但是 他制造出来的那个 那个 那个Yulasson呢 就令到我们变得是更加辛苦 嗯 因为呢 之前的by election呢 就 其中一个 好像Oxbridge地区呢 赢不到的原因 工党赢不到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主张要推行 Yulasson 而当地的民众是 不想有这一样东西 是啊 所以他才以 比较低的margin 就输了 不是 低的margin输了 是 他是都很紧贴着 保守党了 但是呢 差一点赢不到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嗯 所以现在呢 就 除了伦敦有这个Yulasson之外呢 现在就 令到 令到Rissi Sunna呢 就是 就是 alert了他 他发现 咦 现在原来是因为这样东西呢 是可以推翻局面的 是啊 就是他在 那你做吧 你做吧 是啊 在驾车方面 如果 他是下一点点功夫 站在驾驶人士方面呢 他可能可以改变到 他那个选票的情况 其实呢 政府呢 是有一个 scrapage scheme呢 是 是 他这个Yulasson的 嗯 不过 那个数目就很少了 即是 110个million 那但是呢 他就只是 可能你是有残疾人士啊 又或者是一些 business商用的车 就是基本上 我们正常普通人呢 就是一个普通人 駕駛普通的车进去呢 你是不会 得到任何的benefit的 是 你也是硬钧 不会因为你 窮一些 或者是 有的 但是要多窮 你才可以拿到呢 110个million 有那么多个人 就是一定有些 turtles的啦 哈哈哈哈 就是 不是正常人可以拿到的一个funding来的啦 那有2000磅 就可以给你去做这件事 那当然啦 他的解释呢 就不是说 只是靠一个人的死亡的案例 就会去expand to you let's own 嗯 是因为 有研究显示 有很多的 早产BB 是因为这样 而且 因为这样而死亡 哦 或者 premature的 是的 或者那些 小朋友呢 就很小过 就已经develop了一些 呼吸道的疾病 是 而英国伦敦 伦敦区域呢 其实在you let's own 推广了之后呢 已经是减少了 97%的pollution的啦 那么多? 是 我根据他的新闻是这样讲的 那也减少了97% dramatically with 97% now meeting the cleanest standards 是 但是呢 就仍然在世卫的标准呢 我们还是不合格 哦 那所以呢 其实 你别以为这个计划是由工党提出 不是的 是由Boris Johnson提出 不过他未实行到之前就已经下来 就不是做了视障 他做了PM嘛 是啊 就由这个Sadiq Khan就接手 就继续推行他这个前朝的计划 这样的 减了97% 都仍然是太高 那他之前的空气质数 真是很差的 真的有这么差吗? 我们去也不过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原因的 那我不可以exactly说 那样东西就跟现在是 directly related 不过呢 就跟伦敦的 congestion charge 是很有关系的 是 因为呢 我记得在五六十年代那时候呢 我都是看这个The Crown说的 那当时呢 就曾经 伦敦 试过突然间有一天是霧霾 是啊 是完全伸手不见五指的霧霾 是啊 然后呢 就是很多人呢 患了严重的肺病啊 肺脑啊 Tabiculosis啊 各样东西啊 所以为什么大家来英国之前要去做身体检查 要验有没有肺脑疾病呢 其实应该我估计啦 就是跟那时候那期有关系 因为英国 英国人在那个工业时代呢 是有很多的空气污染的 因为那时候伦敦呢 是用煤来取乱的 是啊 周围都是黑脑脑的 全部都是煤的 就是发能源的公司 是 全部摄一片 那时候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散去 也都不知道 就是可以 会令到多少人有事 直接是窒息 呼不到气那种 是啊 那就是因为自那一次之后呢 伦敦就开始大范围 去改革那空气的质素 就防止有第二次 这个这么大型的霧霾 再次在伦敦发生的 所以伦敦是 有史以来 我们自出粮胎以来 已经有conjection这样东西 是不是 你出生已经有了 我不知道 总之不是啊 总之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已经知道伦敦是有conjection charge 有很多限制 在环保方面 就是防止它再次发生这两样的事件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cost of living的问题 inflation问题 你再on top又要加多十几磅 不是真的每个都可以负担得起 你想想一下 每个都要换那辆车 来进去 不是 其实呢 它的要求不是很高的 很老实说 就算我十年以上的车呢 其实都可以进到去 Ulesson的 我试过的 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 你如果真是 遇不到requirement的话 你额外 可能真的要给多5千 6千磅出来 你才可以买到一辆车 是真的符合它的标准 而进到去 那这个就会对低收入人士 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在那里 那正正是因为 Asuna看到那个选票的选情 方面呢 有一个 有一个tipping point在那里 那它就打这些驾驶人士的主意了 那我们之前呢 也都讲过呢 在八明汉 Bristol 这些地方呢 不是有很多 地方呢 是一个 low traffic neighborhood的 是 我曾经也都在节目上 都有批评过这个 low traffic neighborhood 对啊 兜几个都能不能进去 好像在 King's Heath那头呢 不明是King's Heath那头呢 就有一个这样的困难 我曾经试过那里看楼呢 我是没办法是可以 开到个车都进去 每条路都有个椅子在那里 我索性 随便找个停车场拍下 我走进去算了 我根本进不了去 是 因为那个渡航不断 但是我转了不断转了 但是我转了 全部看到都是薄络来的 嗯 那它就是找些花盆 找些很大型的石椅呢 就阻住那些路 本身是马路来的 那些人就 就没办法进去 阻你去路 阻你去路 阻了外来的车进去 但是连他们里面住的人 都没办法开车可以出入到 那就令到人觉得很讨厌 不胜其烦 还有呢 也都有研究指出 那些人 因为他要兜路进去那些地方 他是走多了路 製造多了pollution 而且那些主要干渡 因为没办法疏流 没办法分流的时间 但不停地塞 不停地塞 浪费了所有人的时间 有钱 不停地製造廢气 究竟是不是一个effective的 solution呢 当然呢 报纸也有讲 有研究显示 可以减少四成的这个traffic 47%的traffic 但是问题是 就是你有你研究 另外也都有 现实的 是 现实的问题 也都有对家的研究 去反你这个研究 所以研究 处于一个研究的阶段 不是我们正常的 现实生活中 体会到的东西 Sunaq正正就是看到 大家对这件事 不满意的那个愤怒 是 他就决定 是去review 这些地方 去逼令这些council呢 看看有没有可能 是将这一类型这样的 low traffic neighborhood scrap了它 是 就不再有 这一种low traffic neighborhood 解放回 大家可以进回去 泊车啊 铁车啊 各样东西 是 那他就想用这个方法呢 就是为他下一届的大选 which is 一年之后 是做势的 嗯 那他其实是聪明的 你有没有发现呢 其实Sunaq不断 是不断地 去找一些地方 去做一些东西 是可以迎合到你选民的意愿 而重点是来的 就是他不需要花费任何钱 因为他scrap了它 需要花费呢 是啊 最多 最多你说 请多两个人 他将那些大石灯移走他 是啊 不用花很多钱啊 就是倒垃圾那样 是啊 是啊 那他用最少的金钱 去达到最大效果 现在 Sunaq就不断在找着这些位置 去制造这些空间 而从而 就是 多只一张 就只一张 没错了 他甚至乎呢 就说自己呢 现在是side with motorist 站在开车那边 嗯 就说呢 我都知道的啦 就是大家呢 靠开车找食啊 上班啊 很辛苦啊 所以呢 就一定要呢 是帮助一些驾驶人士呢 解决他们现在的困难的 就是之前他推行的那些什么 叫大家搭巴士啊 大家搭多些公共交通工具啊 自己不戴seatbelt啊 是啊 自己不戴seatbelt啊 不是这么说的啊 是啊 所以他自己呢 现在身体力行啦 那就现在被人踢爆他呢 是搭火车 他本身呢 他那个meeting呢 搭火车呢 只是慢十分钟的 是 他就选择不搭 搭飞机 他就搭私人直升机 是啊 他身体力行 他支持自驾人士 无论你是搭飞机 搭直升机 还是搭车 他都是支持的 现在 甚至乎呢 譬如一些二十mile 那些 那些limit 那些speed limit 那很多那些speed bump 不是拆了他啊 是啊 真的吗 这个都是 哈哈 哈哈 立刻想投票给他 是 你没那么容易 就被他堕入了一个堂衣的圈套 那些limit真的好烦啊 他这些真是给你一粒堂仔 你就 哎呀 起码有粒堂仔啊 哈哈哈 那些speed bump 那真的很烦啊 那些speed bump 你对车也不好 对坐车也不好 对人不好 对松态 松态每一次过一下 顶你个快 顶你个快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 你巴士好环保 火车好环保 我说巴士全部电的 嗯 但是那个问题是 你不准时嘛 经常罢工 是啊 我怎样靠你 我怎样靠你生活呢 是吧 我在巴士站 打风 如果站着整个小时 都没有东西出现的 我搭火车去见工 我见工 如果靠搭火车就死了 我怎知道何时可以去到 可能今天都去不到的 搭火车的话 有机会 这个是很恐怖的嘛 你不能够倚靠一个交通工具 而是不reliable的嘛 也都可能见到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没办法 可以就这样 眉眼叫你 支持你 就这样搭公共交通工具 因为不可以 整件事现在 尤其是在伦敦区域 更加有大问题 你火车 很多人会share 今天又罢工 明天又罢工 暑假又罢工 我常常都叫他们 不如你去不罢工的时候 你再share给我看 是啊 让我知道 我可以回答了 其实他可以走一步 是怎样呢 拆掉所有的speed camera 哇 如果是这样做福庸琴的话 我帮他拉票 这个是没可能的 OK 因为speed camera 是他迷犯班主来的 他每年带多少收益给他 现在他不起多些 我已经很急 我对speed camera 这件事 我可以用痕脂入骨来形容 不是你超不超速的问题 而是他不断出现的时候 你 constantly 你的眼睛和脑就focus了 在那个标板上面 我去意大利是没有那么多 近乎没有 好像经过一步而已 有 经过三步 但在同一条路上 去某一个outlet那时候经过 哦 是是 但是除此之外 我只见过有一个交通灯前面 有一个camp之外 在酒店那边 全个罗马都没有speed camera 就是我走的地方 是完全没有 因为他们还要走80的 是的 他们的speed limit 大概80 就是以前的英国 英国也是的 你就开得很爽的嘛 这个问题 你可以focus在路上 你不需要focus在那个speed camera 没有人叫你风驰电走 去发神经那样握 没有人叫你这样做 但问题是 我constant要看着speed camera 其实 我觉得是更加危险的 好了 除了这一样东西之外 另外一样算了 想到 不会使用太多的金钱 而又可以令到大家 选民是有机会 去投回保守党的 嗯 但是这个要用钱的 OK? 不是完全免费的 这个就是关于治安的问题 那就是呢 话说呢 在上个星期呢 就爆了一单新闻出来 我不太记得我没有讲过 就是co-op co-op呢 就是英国好像七仔那样 是的 一定有一间在你附近的 是一些小型的supermarket 那他们呢 就爆了2023年的 头六个月 一个record呢 是总共 他旗下的分店 嗯 是总共收到 17万5千个report 是有 17万5千个report 是有被打劫啊 被人偷东西啊 有anti-social behavior啊 闹事啊 各样东西加起来 17万5千单 头六个月 头六个月 就是算起来等于多少呢 平均每日 每日是有1000单 每日喔 整个集团在哪里 只是他的集团 不是一个城市的数字 是他的集团的所有 co-op加起来 1000单一日 里面都挺危险的 那这个都不止 还要是因为这件事之后呢 就有一个 因为有一个 freedom of information 英国是 一定可以request到 request就可以拿到 那co-op呢 就向公众展示 警察呢 在过去的 这么多年来呢 对这个 这一类型的案件的调查 是 是 只有2成9 是有做到的 就是1000单里面 都是290单 他是有到现场 有跟进过 有尝试跟进过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进 就是没有说捉到 有出现 总之 警察有respond过的 是 290单 每1000单里面 其实如果7、8、10单 都是完全没有拍的 是根本没有理会过 是 那就是鉴于有这个问题呢 Suna呢 这两天呢 就跟这个新闻媒体讲呢 他打算是 会去 就是有一个 新的plan 警察内部呢 现在 准备 准备推行一个 新的plan 就是呢 是会每一个 case都会去调查 无论它是不是 一个low level crime 就是凡是这些 在店铺找个小刀 问你拿钱啊 或者是 偷东西啊 或者是 anti social behavior 那些都叫low level crime 是啊 因为曾经是 我记得好像是2015 还是2016年开始 嗯 警察呢 就放出来就说 凡是金额 被人偷的金额 是少过75磅 50啊 我记得当时 50还是75磅 50些的 少过几十磅的话 他就不会去Inventory 也不会出来的 是啊 但是我觉得 我当时 当时听起来 我觉得很生气的 很生气的地方就是 你内部知道的 这些东西 你不用告诉我 我知道的嘛 是啊 是吧 你告诉我 你就是给所有的贼知道 我都知道了 我偷收49磅99磅 那贼是专业寻食 他怎会收不到封呢 是吧 那他 哇 事无忌惮啦 那后来这个银码 还要加大 一直到75啊 150啊 200多啊 我记得好像去到200多 我已经不太follow到 他的银码加了多大 总之 100多200磅的东西 他都不会去跟进的 那我记得呢 我见过有一间supermarket 就被人偷东西 嗯 那我见到报案 有警察到场 嗯 那我在旁边买东西 我听到他的对话 就警察问 首先就是问那个owner 或者是那个职员 他偷了你的东西 价值是多少 是啊 他是由他那个价值去衡量 他究竟应不应该继续 Attend去调查这件事 是啊 那但是他说给他听没用 他要那个职员呢 他印一张receipt给他看 是 列了究竟有多少东西 是被人偷了 是 那他拿着这些receipt呢 他才会再进行调查 英国原来有一个组织呢 叫做National Police Chiefs Council 那里面有一个Chief Constable 是不是类似警务署长那类的 嗯 那些啊 那他就说呢 由 现在一个新的计划呢 就是会承诺公众市民 任何 有任何这些crime 发生了 这些罪案发生了 只要是有 譬如有CCTV的影片 有你那些ring doorbell 拍到的影片 有可能是一个GPS的tracker 就是可能放在车里面的tracker 或者是可能你的Apple AirTag 那样 track到他的行踪的 有些跟踪的 总之你有办法 是可以追踪到那件事 是可以 有线索去捉到个贼的case呢 他都会出来调查 是 那但是其他那些追踪不到的那些呢 就不好意思了 他就应该 未必会做 那但是都好啊 因为呢 我有个朋友就是 之前讲起就是说 明明有 譬如有一个电话 或者不见了 一个电脑不见了 是知道谁拿了 是有的 谁偷了 他去报警 是都不会帮他去拿回那样东西 是 那这个就令他觉得很气愤 为什么你明知道是他做 有了location给你 你都不去捉他 但是现在他就说不行了 就是他承诺大家 新的计划呢 就是会改善这一件事 大家是可以得到一个最起码 最低限度的保障 我觉得这个是 是合情合理的 那他这个计划呢 只是包括英格兰和威尔斯 那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呢 就暂时没有包括在这里住的 嗯 但是其中呢 根据ITV News里面报导呢 有一句说话呢 我不是太同意的 那大家如果有持 就算跟我一样又很相发意见 你都不妨我觉得 你可以在留言上留言告诉我 大家真的认不认同呢 就是他说 就是一个发言人说 嗯 他说其实呢 他们已经是有很多resources 是放在来防止 和调查中 任何这一类型的罪案 那他说呢 其实在过去的十年期间呢 偷野爆格的指数呢 是跌了51%的 是 那就是这一句东西呢 我不能够表示认同 因为我 据我自己的经验呢 其实是 如果你用十年前和现在来比呢 是 我觉得十年前是非常之安全 是 因为当时我们住在Bristol呢 那间屋的门 是 首先那门不是现在 你们的multipoint door lock 是 是一道木门 一道很旧的木门 一道很旧的木门 有这么小的锁 是啊 那道木门是 很轻 我还轻 那道房门 是一脚伸下去即爆 是我 我伸过 是啊 因为有一天我们不记得带锁匙 不是啊 那天是因为他 不知道为什么很大风 这样发 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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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房子的设计是这样的 是任何人都拿着拼 即能打入那种 但是我在那里住了五年 是完全从来 都没遇过任何爆竊的事情发生 不可疑的事都没有呀 除了门口试过有人砍货之外 那些就不关我 那些不关我事 他砍他自己的那些人现在就嘛 我不知道 两个gangster要砍的那些 不关我事 但问题是对于我的侵害是完全没有发生过 我们家里是没装CCTV啦 那时候没有ring doorbell这类型的东西 也没有想过装这类型的东西 就是完全防范意识近乎零的 那个期间 但是我没有任何事发生过 松太以前住过一些flat 是试过有些人是扮地盘工 爬上去就想进去屋里面爆炸 那有的 那些你大叫他就走 但是那些你可以尖叫他就立刻 不用尖叫他 你说那句话就走 我也都见过 我看一看他立刻走开了 那都不是说很大侵害性 比起我们被人打劫那次 就是蚊饼和牛腿 那所以你说是不是十年前 就多了现在一倍呢 我暂时不能够同意 好了那今天最后一单新闻 要讲一讲关于英国的天气 那接下来英国的天气 就不是大家想象中这样的 就是8月份 就将会有一个维持半个月 半个月的不停下雨 那大家可以看这一幅卫星云图 还是不知道什么图 就是详细的天气报告 那你可能要看看胡思频道 他在这一方面的权威 所以呢太多的维持 我是不会讲的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接下来这半个月 都会是见到类似这一堆这样的东西 就在我们的上空那里出现的 那新闻报纸就说这些叫 Organized Rain 那就是一个有组织的落雨 是一个犯罪活动 是的 他们是约有组织性的 是的 但是details 你问一下胡思频道 是权威 在这一方面 但是我想讲些什么呢 为什么要讲这一样 就是大家普遍会认为 英国的夏天就是比较干爽一些 太阳长期在天空上 大家有看我昨天还是前天的一条 看扭片呢 那个地下干得烈了 那个其实是早一两个月呢 是六月份的时候很干 完全没有雨的时候 是有热过一轮的 那些草就真的干得烈了 但是现在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现在就有另一个问题 就是草会生得很快 因为夏天 太多水 那个温度刚刚好 就适合所有植物的生长 所以今年的那些虫啊 那些草啊 那些树啊 那些树啊 这样生的 就比你的头发快 所以呢 你剪草都可能要剪多两瓶 要叫剪草那个来剪不剪 好像又很长 但我看到好像又生劲那样 那 那 这个情况呢 在英国呢 我发觉是每隔大概十年左右呢 就会出现一次的 对上一次呢 就是我和松太还在读中 Master的时候 都过了十年了 十几年前 嗯 又暴露年龄 就是有一年呢 那个夏天 是长期处于二十度以下的 是的 那就又大风啦 又下雨啦 又下雨啦 每一天我记得 出街都一定要穿jumper 和风衣啦 那今年 exactly就是这样 我可以 可以预计到呢 今个八月呢 都不会太过 怎样见到阳光 到你真的见到阳光的时间呢 可能已经是九月初的时间 又已经开始变量了 那 那接着你没有多久 可能短暂两个礼拜这样 幸好可能有三个礼拜 那接着就到十月 十月开始又是雨季 跟着又开始湿湿烈烈烈 所以呢 有时候你那个不幸的 英国天气 可以全年呢 都是湿湿烈烈的 那有一个好处的 今年一定不会滞水咯 如果今年都还说滞水 我讲粗口的啦 大哥 滞水都没所谓啦 都玩不到水 是啊 今年你任何户外活动 任何玩水的活动 你都可以cancel 怎样去 天天都下雨的 那还有 我们这里的那个天气呢 就是你很灰呀 你夏天又是那么冷 冬天也是这样 因为根据天气报告说 就说如果你不是住在南边的话 平均气温是只有7-15度 如果你住在南边呢 就有20-25度 差不多很远 哦 差不多10度的 可以 但是这个是 它没办法 就是那个天气是这样的状态 不是经常会遇到的 就是正如呢 下雪一样 我都有跟大家讲过的了 英国下雪呢 你不要以为今年下得很厉害 下年都会下得很厉害 未必的 今年就没有下得很厉害 可以下雪都没有了 我去年就已经跟大家讲了 是 今年的雪不会下得很厉害 因为去年已经下了嘛 嗯 但是现在未来二三年年尾 那个冬天 二四年头呢 那个冬天呢 有机会又下得很厉害 因为一般以我的认知 隔年就会有一次很厉害的雪的 嗯 但是夏天呢 就每十年左右呢 就会有一个夏天 是非常之不沉上地冬的 那这个就是 这里的天气 一个很 很特别的pattern 以上的推论呢 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的 但是呢 这是只是我在这里生活这么多年的经验 告诉大家 但是都 都可以是有一个参考的价值在 Anyway 那今集的时间呢 去到这里差不多了 在节目的尾声呢 那我送上一段 我们昨天的表演的 一段小小的片段 给大家欣赏一下 那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下键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出片了 下集再和大家见啦 拜拜 人生一个很大的改变 基本上 大部份的人呢 都是二三十岁 三四十岁的年纪 是要作出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把你以前的事情抛低 再来一个重新的地方 适应一个新的生活 那呢 终于会遇到很多困难 很多人会放弃 很多人会后悔 有很多 住了三个月就回家 然后 然后 可能稍后再去其他地方 我不知道 那 但是我不希望大家放弃 因为移民 不是旅行 移民是 决定一世的 一生一世的事 跟结婚一样 不算是 我很爱老婆的 所以 他们很心 但是心态是最重要的 你的心态 是可以克服 战胜所有的文明 送给大家 心态决定境界 带着那极头的心态 再带着走过 帮你再去看夜晚声怪 这一刻我 走不出难过 被山街围起 被趴低过 容落的酒 这不乱我 气氛气 我未舍弃 拒绝变作依气 为夏天气 也别爽气 令死都不放弃 从从未来找到欲弃 为何并非一个魂气 但我已本有愿命 为何无名 仍结束我生命 人生要奸奸 再奸奸 我为了希望 奸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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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也许作依气 迫使你放弃 连愿回风际 离开东西 迟出谁满一地终生 从那天到某天 回望见星开 返远的线上 用一世照料料情出 命运的干凡 这生命运的干凡 决定的干凡 决定的干凡 你够出这凡 幸福必有 仗人分下 愈生死满河头 愈少爱彼宫结束有 但如果兵得救 做小酒 打败国地 本有家庭 本有公平 愈生可救命 人生要马光 在马光 我为了希望 不声兵下去 行下去 发明了全国 平均有所多 愈生要光 愈生可救命 愈恋我们 离地开不起 自主随梦一地 从信信打尽 到某天 会莫见死亡 真正的思想 无一切 会划过今生 冰魂的光满 这生命 愈地不理解 愈到春天明 愈到春秋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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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生命 愈到春秋天明 每天 愈到春秋天明 一身会有火便有光 我缘为一切 便出我所有 混不救 讓心踩滿成就 命運也許 衝動不明 冰屍 並放棄 連月歸我離 並離開花棄 自遲上我差距 山山 花天 到老天 陪我見世 我愛你 自遲上 用一切 規劃我見世 秘魂的方法 這心態 決定了結界 讓我追的 讓我追上的隔離 能夠打開新世界 打開新世界 天啊 追的 從台 君之、君以來 你醒來 你的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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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